什么,江浙户也有苗族,还有政府办花山节? 都是他乡人,由于长期在这里工作,生活,这里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第二故乡,他们有的在这里打工,有的外嫁而来,也有的创业成了小老板,虽然生活在一个文化环境截然不同的地方,但他们仍然有着强烈的自我表达需求,所以每逢节假日,他们都会相聚在一起,对苗哥,跳炉生舞。 今年元旦,姐妹就来到了浙江嘉兴,参加这里的苗族跳花山,在刘安田等苗族人多年的努力之下,苗族花山节正式落户,嘉兴王殿镇,受到政府的扶持,每到重大节日,这个空旷的政府广场前,总是汇聚了各色花衣招展的苗族姑娘,在卢生曲的感召下,大家围成一圈,从上午一直跳到下午两三点才散场。 最热闹时,里三层外三层都黑压压地挤满了围观的人群,这些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活动,让人仿佛这身遥远的苗寨。 其实,了解苗族的迁徙史,你会发现,江浙户这片一米之乡以前也曾是苗族祖先生活过的地方,我们的指路经常常会将老人的灵魂指挥到祖先故里,今天我们也在以另一种方式和祖先团聚。 莫说他乡人,一乡苦,他乡也可以是故乡。